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大熊 这次终于到了500块钱的 顶级手机了 之前的呢 都是先帮我们希望的第一次 我们看一下 这个介绍就不简单了 升降摄像头 迷你 智能 卡片 小手机 4G 粉带金 这个颜色挺不错的 是一个4加6的4的配置 OK 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手机 小礼物一样 两样 手机支架 它跟触屏的笔 还有一个 读卡器 3000号 10元反线 哦 包装的挺好 真的很迷你 它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这个 升降摄像头的吧 有点东西啊 感觉这个手机挺酷炫的 是一个金粉色的配色 金色和粉色的配色 是一个iPhone SE 就是5S的大小 这款呢就是500块的 我们来比一下 比这个5S修长 比这个5S修长 我们来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个手机啊 21比9的比例吧 我觉得特别的长啊 特别的窄 这边两个音量键 这应该是一个插卡键 可以按的Home键和开机键 是一个升降的摄像头 Type-C的接口 还有一个耳机孔 小巧精致 现在我们来给它开个机吧 以前生产老年机的天女儿 现在生产智能低端机了 这已经过去半分钟了 还是停留在这个logo的画面 这感觉有点像老年机啊 因为这个字足够的大 这款手机给我第一感觉就是 它比较清楚 就比我之前开的 100到400个机子 清楚太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三个摄像头 是不是说明它有三种模式呢 什么长焦广角呢 感觉一下 我们照一下这个环境力 但它这里有个4800的W 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拍一下 真的 这个就是高清的 还挺厉害 我们切换摄像头 看到没有 它伸起来了 而且这个摄像头是有美颜功能的 虽然有点卡住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美颜功能 OK 来看一下效果 它有加美颜 这个美颜了 把我拍到闷了 啊 这个功能 我觉得我可以玩很久 也不知道这个 这不是我弄的 它自己就卡住了 我还不敢乱用 万一用用一半没有用了 那就麻烦了 我们来看一下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天宇自己做的安卓系统 处理器我们看一下 8核 这就是联8颗的MT6763 因为我之前开了那400块钱的 处理器是要先进一点的 运行那种式 分辨率其实不高 1120x480的分辨率 但是看上去感觉还是挺清晰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功能 套房 是不是能够顺畅载入 有一点点的小卡 视频吧 还请 看一下武林外转 这个音质稍微有点差了 总体来说爱奇利还是可以的 轻松看吧 像这个网者 再下个单体游戏 奥特曼跑步 经过了 今晚上的下载软件 实在是网数前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功能吧 具体我们先玩的游戏 奥特曼 我们先玩的奥特曼游戏 真的出现了一个 好 我们去 就地球了 你看 哎 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游戏 不领了 不领了 有 我看 这垃圾游戏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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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我们来刷一下小视频 可以哦 有一点点卡针 现在卡针了 卡 有一点点卡 虽然有一点点卡 但是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给它吃鸡 吃鸡啊 吃鸡战场 OK 我们搞起来 你看这个动画它一点都不卡 说明有戏 它终于可以玩吃鸡了 没有卡针 没有卡针 除了小一点 没有别的不好 而且它这个屏幕很宽 应该视野会好一点 呃 呃 呃 玩玩 一帧不卡 两帧流畅了 现在顺很多了 还可以啊 不至于不能玩 可以 打死了 可以 爆炸菊花 整体上运行还算可以啊 它现在跑起来不是也是挺流畅的吗 就是这个按键啊 因为它太小了老是按不到 好打死了 也就是说除了按键小一点稍微有点卡以外 那整体来说还可以玩 来看一下微信 诶 这也是正常的 正常 正常 放大 缩小 现在我来看一下这个子文的灵不灵 打开试试看 把它接收了 不错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手机呢 诶 总体来说 不错啊 就是能够当日常的一个备用机使用 但是呢 做主力机有点小 就是评论有点小 可能用惯大评论我们不太适应了 那本次100到500的手机 就以这款500块钱的天鱼手机结束了 好的 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视频记得评论别在关注我 拜拜